各位吃友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就讲一下 龙肯厂区的铁龙森的一个厂口 铁龙森的敏定的意音就是说 是全绿的意思 该厂口是距多么厂口 也只有数公里很近 它玉石的类型也是原生型三十银 它也是一样 它预料比较大 它也需要去爆破才能获得预料 然后它的玉石通体都是绿色的 但是玉石的结构比较疏松 总之很差 水头是比较爽的 大家都是应该去了解 因此绝大多数的玉料都是不可以直接利用 有些不法商家呢 会拿这些玉料去注胶做成逼货 然后其经济价值也是有限 但有少数的铁龙森玉石呢 它的种也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它的水头也是不错 它是不需要去做那种逼货的手势的 有些顶级的铁龙森呢 它也是属于高档的色料 其价值也很高 现在呢是被缅甸政府把控的非常严格 所以说现在好的铁龙森的料子呢 现在也是很少很少 大部分的都是种比较差 水比较短 它的就是说我们行内称之为 起货效果比较差 它是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铁龙森需要的是那种顶级的 有种的 这一期呢我们讲到铁龙森 铁龙森 大家比较熟悉的 下一期呢我接下来会介绍 龙肯厂区的墨西沙厂口 墨西沙厂口呢是最近比较出名的厂口 这一期呢我先讲到这里 下一期呢我就讲墨西沙厂厂口 谢谢各位罪友 也谢谢各位 各位一直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关注 订阅 在评论区 多多留言 多多跟任师傅多多交流 谢谢 谢谢各位 那这一期呢我先讲到这里 虽然说是一个短视频 能给大家啊 能学习 大家相互资金的去交流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